的确 其实最近这几天非常多的医护人员都被匡列隔离对象 所以导致各大医院的医疗量能都跟着非常的紧缩 那医院内部人力更是不够用 所以在23号的时候指挥中心释放宽了隔离中的医护人员 返回到工作岗位的标准 以施打疫苗的进度作为标准分成了三级 希望可以让相对防护力比较强的人赶快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另外联合医院中校院却有传出有病人被放置在户外 整整一个小时 院方说了是依照SOP再进行 医护人员诊状戒备就怕载有占有染疫倒下 医疗量能形成大缺口 针对医护短缺状况指挥中心发布指引放宽返回工作标准 如果被匡列为接触者之后能够提前返回工作的建议 所以在区分他们的风险高低的时候会参考 他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两剂的接种 然后也超过14天 23号指挥中心公布医护人员返回岗位标准 如果医护被匡列隔离 只要有施打完成两剂次疫苗 当下没有症状即可返回工作 第二类型只有接种一剂疫苗 则需要验出PCR阴性就可以返回岗位 最后若是尚未接种疫苗 得先居家隔离7天 后续自主健康管理并采检阴性 很多医院的比较年轻的医生都已经优先 率先施打疫苗 这个施打疫苗到现在也至少有7天以上 所以相对他们这个族群是做好 比较好的一个有基本的防护 病毒成为全民公敌 医护齐心抗疫 近日却有民营救护车业者爆料 自己在运80岁长者前往联合医院中校院区 却因为长者发烧症状 惨遭拒收 更在室外滞留一个小时才自行转院 延误就医 医院表示发烧病患不能入内是正常程序 至于医护人员态度不佳 是因为佩戴口罩说话大声 希望疫情期间能再给医护人员更多鼓励包容 记者中华报道